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,佛朱所长林卓才调任宝大后,变身抓通缉犯达人, 即上次逮货请躲一天的通缉犯后,在远赴岐山逮货逃不过两天的酒驾通缉犯, 陈姓通缉犯窜逃屋顶,被警方制止劝下,通缉犯任在直呼在不敢酒驾了。 宝大迅雷中队分队长林卓才,曾任任五分局派出所所长, 长年待佛朱抓歹徒,为民服务,为治安打判,长破案上尽头, 被乡民封为佛朱所长,调升宝大迅雷中队后,更成了通缉犯的罪怕, 上任一年半逮货27名通缉犯,破获窃盗案三件,毒品案39件,枪炮案一件。 宝大迅指出,林卓才昨傍晚帅小队长郑荣斌, 警员中春生,前往七山区查七桥建十日发布的不能安全驾驶通缉犯陈南, 59岁,陈南应执行徒刑二月,罚金二万元,警方上门查七时, 陈贤如惊弓之鸟,创入家中准备降门上锁,警方动作比陈南更迅速, 通缉犯因来不及降门上锁,就被警方追上,陈南又立即逃往阳台, 准备爬至屋顶,警方哭劝倒后,才坦然接受司法, 曾是佛主所长的林卓才果然佛心来的, 他建议陈南可申办社区劳以替代徒刑, 不要想不开或发生意外,终于将他劝下乖乖就歹, 陈南向警方表示,一次就派到了,以后再也不敢酒驾, 警方带队侦讯后,金一通缉案压戒至桥检归案。